连日好雨,北部旱象稍稍解除 尤其桃园石门水库水量大进步 水库蓄水率已经突破了三成 经济部发布石门水库水源区解除三阶段限水 因为目前石门水库即使解除三阶段限水 到六月底水量仍然有4700万吨 已经超过预设的安全存量 但仍然必须要维持二阶段限水 是雨量多寡在进行微调 洪峡台风已远离台湾 但侠带水期不少加上封面影响石门水库终于疏解汗象 蓄水率一口气破三成 中午经济部立刻发布新闻稿 决定石门水库供水区包括新北市、板新、林口、桃园市 及新竹县部分地区即日起解除三阶限水 今年的六月底我们推估即使没有进行三阶限水的阶段 会有4700万吨左右的存量 目前从这一波的雨量在进来 我们认为是可以解除三阶段限水 石门水库安全除量终于足够 公五停二三阶限水得以解除 判了一个多月终于不用限水了 让限水区不少靠水吃饭的店家松了一口气 我们当然很开心啊 因为业绩的话会掉蛮多 那这样子的话限水解除 我们就可以变平常的一个水准 石门水库从4月8号起实施公五停二三阶限水 以来合计解水量约高达四百九十三万吨 目前石门水库水前灯号从红灯转为成灯 蓄水量来到了六千四百一十一万吨 蓄水率有百分之三十一点八六 水库水位两百二十二点九十公尺 累计雨量有二十七点五毫米 二阶仍然维持 那换句话说我们目前的供应用户 大概还是减百分之五 那这个非供应用户 那减百分之二十 那会维持 我们看下一波的雨进来的情况 除了北部地区三阶限水解除 另外其他的缺水地区 包括新竹苗栗依旧维持二阶限水 高雄地区仍维持弹性的三阶限水 还需观察高平验水量 周五决定是否实施三阶限水 记者黄历委张国良 詹淑云综合报道